国会今天复会 议长佐哈里阿都批准在口头问答环节的前十道问题中 优先让六位政府后座议员提问 引起在野党议员的强烈抗议 佐哈里在国会下议院解释 这项安排是基于政府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 兼国镇巴耶乌沙区国会议员穆罕沙哈所提出的要求 佐哈里表示 政府后座议员的人数比在野党议员更多 应该让他们在前十道问题中占六道问题 当前十道问题中占三十道问题中占六道问题中占四对 hebben的声营 国盟党边达吉尤丁随即反对佐哈里的决定 并认为这项做法与过往相悲 达吉尤丁强调 在野党理应扮演国会的制衡角色 但目前完全做不到 杨栋梁 说要做我们的确认和平衡 确认不够,确认不够 必须的问题 很多由于执行 必须的问题 讨论会比较比较 执行 不过问问国家 这些资金不需要 问问有什么资金 国盟毕鲁兰国会议员 罗纳建迪和亚楼国会议员 沙西弹相继提出质疑 沙西弹甚至试图 援引议会常规 对付佐哈里 但在佐哈里咄咄逼人的 多次结问下 最终放弃 尽管如此 佐哈里重申 他不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并表示可以讨论这项决定 他提醒所有议员 遵守问答环节的实现 以便能够在议会中 解答更多问题